炒房的人可是有点坐不住了 尤其是那些2017年以后 才加入炒房大军的朋友们 他们现在才开始恍然大悟 原来那些房产专家们口中的买房 就是稳赚不赔 买房抗通胀 借钱买房就是赚钱 有钱人都爱借钱 穷人不爱借 以及买房得大胆借钱之类的说法 其实都是有偏差的 为什么咱们普通人买房总是被坑吗 最大的问题就是信息的不对称 房产专家们的言论 往往只说了一半 或者只有在特定条件下才成立 一旦缺少了必要的前提 这些观点就会变得误导性十足 但专家们往往审责性地忽略这些前提 只传达部分信息 从而误导了大众 比如像亲友借钱凑手付买房 这种做法是否明智 完全取值于房价短期内的表现 如果房价上涨 购房者或是能从中获益 但如果房价下跌 损失将是非常惨重的 借贷购房同样如此 房价上涨时 收益可能翻倍 但房价一旦下跌 损失也会同样翻倍 至于负债就是赚钱的观点 也存在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实际上富人并不是一直在负债 他们只在特定情况下才会选择负债 当外部环境不利时 富人往往会比普通人更迅速地还清债务及时止损 这一点在专家们的论述中往往被忽略 金融赚钱的本质其实很简单 用低成本的资金来偿还高成本的债务 从而赚取差价 但对于普通人来说 由于缺乏相应的渠道和信息 他们往往只知道结果 而盲目跟风最终导致亏损 话说回来 国内房价掉头向下还没到两年呢 特别是那些2021年房价猛涨的城市 比如咱们耳熟能详的四个一线城市 今年才开始看到房价往下掉 那些在高点时候买房的人 现在心里可是有点慌 想象一下 即便是北上广深这样的一线城市 过去十年里 也曾经历过至少两次房价的低迷期 这无疑给那些高位入市的人敲响了警钟 记得2011年温州的房价泡沫破裂之后 从2012年到2015年 北上广深的房价都经历了一段下滑 在上海 有位房产专家在2012年房价高点时 带领一群人入市 结果2013年房价并没有如期上涨 反而下跌了 这让那些投资者非常不满 最终这位专家不得不退出市场 如果不是2015年的大规模棚带拆迁政策 那些看跌的人可能不会遭受那么大的损失 因为按照当时的经济和收入水平 2011年之后的房价 本部应该出现大幅上涨 但彭带拆迁政策的实施 却意外地推动了房价的新一人上涨 然而到了2017年 北上广深的房价又一次开始下跌 又一批高位入市的人陷入了困境 在深圳 一些房产专家也遇到了 类似2013年上海那位专家的困境 被投资者要求退款 好在2019年11月11日深圳取消了豪宅税 这一政策暂时缓解了市场的压力 2020年 由于一系列意外因素 许多原本可能陷入困境的炒房者 又重新活跃起来 如果没有这些意外 那次因捧带而去库存 导致的房价下跌 可能会持续更长时间 回顾过去十年 北上广深的房价 分别在2012年到2015年 还有2017年到2020年有过下跌 那现在这波房价下跌 要是没啥大变动 能持续多久吗 如果从今年开始算起 按照之前的周期 未来至少还有三年的下跌期 对于那些已经感到压力的人来说 接下来的日子可得怎么过呢 好多人都嚷嚷着 房价里头地价占的太多 其实这种说法也是有点被带偏了 这几年地价确实是蹭蹭往上涨 记得2016年那会儿 一套二手房也就卖个100万左右 等到2018年 同样的房子能卖到200到300万 那这房价涨啊 钱都进了谁的口袋呢 新房涨价 大家说是地价的原因 那二手房涨价 谁又赚走了这笔钱 新房地价上涨 房价跟着涨 但好歹也带动了公共设施的建设 比如地铁 学校 医院啥的 这些都是地价带来的好处 那二手房涨价 那些卖房的人 拿着钱都干啥去了 二手房交易税不高 现在又还没收房产税之类的 所以说 看问题的全面点 不能只听一面之词 你要是总盯着一个角度看问题 那可能就只能老老实实当着打工仔 想当老板可不容易 现在房价下跌的趋势 一时半会儿估计也扭不过来 除非有啥大的好政策 比如降低房贷利率 这种实打实的措施 光靠放松限购 现代那些老一套 估计也就不倒房价 那些买房买在高点的人 现在得勒紧裤腰带 能省则省 多攒点钱还房贷 要是在这轮楼市降温里头撑不住 房子被拍卖了 那可就真悲剧了